我昨天的大約5晩時間左右 酒樓的老闆也有跟我電話聯絡 叫我下去不如實施了第一天預約制之後 那個人流的狀況 我自己都在現場大概看了半個小時 我看過半個小時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繁忙的時間 我自己所見到 這個情況當然是一定可以有一個空間可以再去改善 但我相信在未實施預約制的時候 這個情況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改進了 例如好像在餐廳門口那個排隊人龍 其實大概只是一輛旅遊巴士的長途 比之前可能排到很遠 排到全街角 這個情況是有顯著改善的 現在在寒暗淘光環就只有兩間做團餐的酒樓 比我們所謂旅遊業全盛的時期 就是在全港各地有七間那麽多 其實是大幅減少了的 所以都是有必要是要物色一些新的酒樓 或者看看有沒有酒樓或者餐廳 有興趣接待旅行團 始終這個是生意來的 我相信總是有人有興趣接待團隊的房客的 最重要那個位置是適合拍車的地方鬥腳 也都最好在商業區和旅遊區那麽 這個就最理想了 我見過新聞訪問過有旅客說 兩千元由一個內地的城市飛到來 在深圳玩完再來香港 接著會再過澳門 那這個就一定是低於成本的 即是怎麽做出來呢 這個就很成問題了 如果一旦的團是低於了成本的時候 那到底裏面有什麽會發生呢 這個就要關注了 就不是一美是自由經濟就有得太過於自由 那這個長遠來說其實是危險的 即是一個社會經濟自由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要百花提放 即是不要全部一美就是 就是將那個注力就擺在吸引廉價的那個市場裏面 那要多些去發展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種類的團